來 佩儀 這一支支眼鏡好臭虧 真的嗎 新買的 對 新買的 其實我以前覺得眼鏡 要嘛就是不化妝的時候遮 因為我們以前拍戲的時候 素顏皮膚比較蠟黃 要嘛就是現在年紀有點大 怕太陽曬到眼鏡 人家都說怕老花眼 白內臟 所以要戴太陽眼鏡 以前我買來買去 因為我也都是很規規矩 就是買那種圓圓 就是很普通的眼鏡 可是自從我跟新梅他們 出去玩以後 你們每個人都是戴很有造型 我心裡想奇怪了 他們就是太陽眼鏡 可是有各式各種造型 然後要開始我就重視自己造型 對 我這一副是 這一次我去舊金山 我兒子一直說 媽媽 妳要嘗試不同的感覺 他就說這個牌子的 他說這是新款 然後有一點色彩 它會變色 對 然後有些是符英文字在上面 我說真的好看嗎 兒子說媽媽 妳可不可以改變一下 因為我以前出去 我是像這樣送小孩 是沒有鏡片的 然後年紀粉紅色覺得 這種暗玫瑰紅看起來是比較 有一點氣色 以前是戴這樣子的 因為我媽演一副 對 真的 妳在我問 幫她講到這件事 而且又有氣 就想說叫人家不要 人家老花眼鏡 對 就是人家認不出我來就好了 可是這一副 我是覺得連眉毛都可以不要畫 就是早上這樣 這個男生 妳來帶帶看 這不行的 可以 妳們今天拿我來出球 真的 妳對這副 一定比這一副好看 去巴黎看秀有看 可以 你看 對 還滿好看 墨綠的 真的 你只要說不行的都可以 對 後來這 真的喔 這可以 像我這一副是跟兒子去 巴黎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用跑步的那一條 香蟹梨子 然後就買這一副 這一副因為為什麼 很輕 很輕 非常輕 然後也就是 那時候是太陽 我們有油盒 我想說拍照 也素素的就可以 這樣拍照 我覺得這個形狀還滿漂亮的 終於一條 對一條 然後之後我就又想說 有的時候穿個白襯衫或什麼 這個也是好輕 然後圓的 我就想說帶 可是這個唯一的缺點 就是有時候我一笑 那肉就會崩到在這裡 去調整那個鼻痘就可以了 真的嗎 對 鼻痘稍會提 但這一隻也漂亮 我也有嘗試想說 神秘一點 媽媽有時候也想時尚一點 神明 神秘 神秘一點 對 我就戴這個 我買了一次都沒戴過 因為它是什麼毛釘的 我都覺得妳還不太適合這種 這會不會 太粗方 GINO比較適合 來 試試看 可是 這個百分之百不可能的 我確定 這個對我來講 有一點點暗 然後像我們有一點年紀 那個階梯 外面看不到戴這個 然後一整天 像這樣就好明亮 不是這個 因為我肯定明天 真的是 因為我低於 我肯定明天 不算是 我肯定明天 平等的 能夠 有 一 感谢观看